來看這是最新公布的消息 去年全體上市櫃公司 獲利是4.29兆元 這是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發放的現金鼓勵 也攀升到了2.34兆元 這同樣也是創高的 而到底誰是領得最多的呢 這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光是他一個人領了91億元 身為存股族 每年最期待的就是現金鼓勵 可以領多少 去年上市櫃公司 一口氣發了2.34兆 這是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那麼這些巨額 到底都落入誰口袋呢 原來領最多的 就是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 他光是持有鴻海12.57% 就領了90多億 再加上群創 讓他一口氣是有91億入袋 而這也刷下了 台股最新的新高紀錄 在跟他前一年相比之下 他足足多賺了20億元 而同樣讓大家很吃驚的 還有第二名其實是這長榮海運的張國華 一共持有了這個鼓勵 領了50多億 這也擠下了第三名的聯發科的董做菜名界 這次是只領了30多億 那麼至於大家關注的 還有富邦集團的二董和大董 則是以17億和16億 分別排名在第七和第八 不過這分析師其實也說了 剛剛看到的這些數字 都是以個人名義來做計算 也就是說 如果把這些大佬們持有的投資公司 持有的也都算進去的話 看到的數字 肯定會比帳面上來的 還要多出不少